而令宜蘭县长林聪贤更生气的是 在自己国家的机场大厅内 竟然又不能够挥舞咱们自己的国旗了 那么为了童万节 宜蘭县长林聪贤日前协同学生组成了亲善大使团 到桃园机场这边来迎接童万节第一支抵达的外国表演团队 结果呢在航警这边呢却传出 有航警就制止学生挥舞国旗 那么今天航警局出面澄清 说当时女警只是请同学 把那个迎兵用的旗杆给放低 说绝对没有要学生把国旗收起来 这是6月29号 宜蘭县长林聪贤在机场迎接童万节 首支抵达的外国表演团队 不过现场却传出 有航警制止学生挥舞国旗 欢迎外宾的争议事件 很遗憾的 就是说我们这些青山大使拿国旗的时候 出来的时候竟然被我们的航警来制止 所以有这么遗憾的事情 我想我们跟水团的这些青山大使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面对宜蘭县政府的指责 上午航警局也出面澄清 绝无此事 在最后要照相的时候 是主办单位 他们自己没有把我们的国旗拿出来拍摄 但是现在转变成说 我们的同仁阻止 我们的国旗 在我们的国家来迎接外宾的时候 无法入境 我想这种指控是跟事实有出入 是因为他们高举那个 不是我们国家的国旗在上面 我只有跟他们说那一面麻烦一下 不要在上面挥舞这样子 时间回到6月29号下午3点 欢迎外宾的青山大使团 带着阿根廷和中华民国国旗 以及稻草人到机场大厅 当时执行勤务的远景是这样说的 机场内部是不能够高举旗帜的 所以说 就是只要有旗干的东西都是不能够举的 麻烦一下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就在阿根廷旗帜的旁边 只是大合照时 主办单位没有秀出来 才会造成外界的误解 三菱新闻综合报道 不机场真的不够拿旗干来挥补国旗吗 行警局说明依照规定是不能够挥旗干的 但是我们翻开2003年 连镇当国民党主席的时候 爱国同心会的群众到机场去接机 一样在那边挥着国旗旗干却没有被航警给制止 同一年 跆拳道国手城市新根朱沐延赢得奥运凯旋归国 也有群众归伍着国旗街机也没有被制止 那么如今呢 这是国立罗东高中组成的青山大使团到桃园机场街区 却被要求不能够挥舞国旗旗干 是不是航警局有两套标准呢 民进党立委炮轰这真的很离谱 2003年连战从国外回台湾 连战走在前面 后面就有个爱国同心会的男子 拿着超大支的旗干和国旗挥亚挥 一路跟着走却没有被制止 同一年10月 两位在奥运得了金牌的跆拳道国手 陈世新和朱沐延回国 上百名群众手上也拿着大国旗小国旗忘情的挥 也没有被航警关切 平平都是挥国旗 怎么待遇差这么多 行政单位要出来解释 是怎样你们的警察去不收中华民国国旗 要阴阵中国国旗出来待那儿去 如果今天航警局他们不是心中没有台湾 就不会做出这么stupid的决定 一个没有旗杆然后垂下来的国旗 这样看起来像话吗 有精神吗 虽然航警局给解释机场有旗会游行禁止 挥舞国旗属于影响秩序的行为 执法有依据 但民进党立委不解 学生只是会国旗欢迎外宾 是不是真有危险到 需要航警这么大费周章 三立新闻 三号报道 好真的不需要那么大费周章 那么在现场表达台湾人热情的欢迎 也没有太过分 更何况其实现在陆客来到台湾的人很多 那么常常有人在边不管挥什么旗 其实在这块土地上都是自由的 好来看有一群陆客团 日前在墾丁龙盘公园观光的时候 你看到这起够大了吧 拿出一面大号的五星旗 挥舞合影 让旁边的台湾民众觉得好像有些夸张 就拍照起来 民众说陆客的行为好像在攻占南台湾一样 有点不尊重的感觉 但你来看 墾丁龙盘公园可以欣赏到壮阔的海景 近来大陆游客也越来越多 但却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一群游客开心合影 当中却有人大挥大陆的五星旗 旗子举得高高的 仿佛五星旗征服了南台湾 提供照片的邱先生说 朋友是上个月23号拍下的这群陆客团夸张的模样 同样来到墾丁的大陆游客看了 急忙解释 这个应该是个人行为吧 就是表示他们是从大陆来的 对啊 没有什么暂时含义吧 至于这种就是个人的行为 我们当然也会约束他们 大陆的领队强调这种事情 不会发生在他的旅行团 不过台湾游客都觉得很不妥当 如果说他是很刻意的拿着五星旗在那边 狂摇呐喊的话 好像有点在像我们这个示威啊 或太早咬啊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到那个天安门广场 摇我们的过去 其实这个旅行团已经离境 导游当时发现陆客拿出五星旗挥舞 但对方强调 纯粹拍照没有恶意 导游才没有制止 只是看在台湾民众眼里 难免觉得不舒服 观光局也说 这是破坏双方默契的行为 应该要避免再有类似情况发生 三里请问张世民评论报道 好 如果只是表达一种情感呢 其实呢 这个像是警方单位就不用太